随着吉隆坡高庭昨天批准撤销前首相拿杜斯里纳吉 三项高达4700万令吉的几黑钱控状 纳吉今天早上到吉隆坡地庭再度面对相同控状 不过他都否认有罪 法官就允许他无需缴付保释金 以个人担保保外候审 昨天才和夫人拿丁罗斯玛庆祝32周年纪念的前首相 拿杜斯里纳吉今早一身蓝色西装 现身吉隆坡地庭重新面对三项和SRC国际公司有关 涉及数额高达4700万令吉的几黑钱控状 不过他全都否认有罪 就在主控官马诺古鲁要求纳吉缴付保释金时 辩方律师沙菲毅以主控方1月28号在高庭加控时 没有要求额外保释金为由提出抗议 主控方最终同意纳吉以个人担保保外候审 案件则定3月8号过堂 面对这三项控状和昨天吉隆坡高停撤销的加控控状 一模一样 辩方律师沙菲毅几度不满 也与主控方犯下了法律程序上最基本的错误 因为任何案件都必须先在地庭提控 再移交高庭 针对纳吉面对另外七项和SRC国际公司相关涉及4200万令吉几黑钱 刑事失信和滥权罪控状 相关案件这个月12号会在吉隆坡高庭开审 沙菲毅不排除提出联合审讯的申请 目前纳吉拥有至少39项贪腐控状缠身 但他都否证有罪 八度空间黄历会吉隆坡报导